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战略协会的研究员苏子宇 大家好 安倍金山交棒之后 大家其实非常担心 日本的态度会不会转变 因为毕竟安倍自己是有使命感的 而且安倍有两大家族做他的后盾 因此他给这么样的强硬 后面他有很多支持者 现在你现在接下来菅义伟你没有派系 你也没有什么的政治背景 你现在能够撑得了这个江山吗 可是为什么大家看到了新的防卫大臣暗信夫之后 发现日本的态度只会越来越强硬 没错 安倍下台之后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大陆 或是台湾我们在关注到底谁能够接任 安倍那种强硬的路线还会继续下去吗 一开始菅义伟上任的时候 其实中国到某种程度来说 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没想到他看到内阁名单出来的时候 他们新任的这个防卫大臣是暗信夫接任之后 他们整个是完全呈现一个傻眼的状态 但是为什么看到爱信夫了以后他们非常不爽呢 而且如果说安倍是个这个鹰派的话 暗信夫是个超级大鹰派 也就是他承接了 比安倍还强硬 对 他承接的是从他的外祖父 暗信介一路下来的所谓的青梅友台 还有反中的这个路线 所以他是暗信介家族的真正唯一敌船 所以他出任之后你看他做了第一件事是什么 他就说我们日本准备要采购什么 采购所谓的增程型的这个飞弹 未来要装在什么F35上面 包括说一个联合打击飞弹 还有JSF 贾斯姆的这个飞弹 这个把我们的攻击程 攻击的里程从500公里拉到900公里 为什么 因为现在日本的飞机 只能够搭载170公里 那为什么要搭载这个 我要攻击敌方的基地 你说原来从170公里 现在打到900公里 对 而且安心夫讲白了 我是要攻击敌人的基地 对 那这个敌人是谁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他现在不只是要防卫 他要攻击你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安心夫有相当多的主张 让中国大陆是没办法接受的 包括今年的时候 小英总统当选的这个 连任的时候 第一个跑到官邸去见他的外国人 就是安心夫 他跑到蔡英文官邸去见他 他跑到官邸去跟他见面 恭喜你 连任成功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一个主张 他主张什么 这个美国AIT 在台湾的时候 他们有驻扎这个军人 他可以跟台湾的国防部 达成一个所谓相对有这个联系管道 他说我们日本也应该比照这样子 也说我们在日本的交流协会里面 应该也要军方人员进驻 也要跟台湾的军方某种程度的交流 所以说我不是派五官而已 我是要派一个实质的部队过来 他甚至还说什么 他说这个美日安保条约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要把台湾纳进来 他说如果台湾应该是可以 第二层的讨论 他说这个相关的讨论 可以用民间来进行 他是说要进行一个美日台的安保的这个协议 所以他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鹰派 安保条约是他的外祖父 是 暗信界手上抵住所有的压力 我非要做不可的 就没有想到到他的外孙子 他应该是他孙子了 因为他已经承接暗信界家族的名字了 他说这个安保条约 不只是美日还要加上台湾 所以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好 那除了这个我们从过去几年 他跟台湾到底多好 你看 因为第一个时间 他跟这个过去李登辉总统 也是有这个私交 你知道李登辉总统逝世的第一个时间 暗信夫马上在网路上PO出说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物 所以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申习郎 所率领的这个调宴团的时候 他就有出现 暗信夫就来了 申习郎的腿约里面有暗信夫 对 那现在呢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几天之后 李登辉总统要进行一个礼拜会 对不对 目前的申习郎身体不舒服 所以人家就说会不会暗信夫就来了 所以他会不会登陆台湾 这个大家完全在观察 他这个时候来自日本访会大臣 没错 那除了这个 你看2015年的时候 他来见这个李登辉总统 甚至2011年的时候 当时蔡英文还是民进党主席 他到日本去访问 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 他还特别陪他 陪这个蔡英文总统去山口县 也就是他们的故乡去参访之后 后来回到东京 他才安排了一个安倍晋三 跟蔡英文总统的不期而遇 原来北京才是他哥哥很好瞧时间 所以就知道说 其实他对台湾的态度是相当相当的友善 難怪说他今天出来以后 让整个中国傻眼了 好 那我们讲 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第一个他承接了过去 暗信界的所谓的 亲美反中的这个路线 而且那事实上暗信界 他是战后第一个访问 台湾的日本的首相 他来访问过台湾 你看他跟这个蒋介石 还有跟这个宋美林 有这样的一张照片 好 那他的接班人是谁 他的接班人他们家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佐藤荣作 佐藤荣作是最后一个 来台湾访问的日本首相 所以他们一家人 对台湾都是相当相当的友善 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他们就是非常的亲美 所以美国路线怎么走 我就会怎么走 而且我会走到 比别人都更无法相信 因为有个传说中的故事是 暗信街当是甲级战犯 他在牢里面就写那个飞剧 是 就是美国大兵说你在写什么 我在写飞剧 他说你在写什么东西 都快死来写这个东西 把饭吃饱最重要 是 他想说 哎 为什么会被这种 没有知识给打扮 我气死了 他就想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就搞了半天 他变成是研究美国宪法 研究美国开国事 研究美国整个社会 最透彻的日本政治人物 所以他就变成大清美派 对 刚才宝杰讲到的是 暗信街 他因为他曾经在满洲国担任 非常重要的职位 他甚至在日本 在作战的时候的内阁里面 他都担任副大臣 所以他在战后 他是被判为假籍战犯 假籍战犯 照理说的话 不是官就是绞刑而死嘛 结果没想到 他居然在这个东条殷姬 他们被绞刑之后 隔一天他就被放出来 大家想说你为什么会被放出来 因为有一个传言就是 他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 因为美国当时在战后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右派 也就是说非常亲美的人物 政治人物来站在美国这一边 所以你要站在美国这一边的话 你要完全亲 完全跟美国达成协议 所以听说他跟美国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说 我会建立一个非常亲美的日本政府 而且美国政府要做什么 像安保条约这些东西 我一定会在我任内把它完成 所以他的主张就是非常的亲美 非常的反中 所以就看到现在他两个孙子 安倍晋三跟岸信夫 可能就会继承这条路线 那除了这样 日本政府现在根本不言了 宝贤你知道 现在日本政府怎样 他公开鼓励什么 因为中国到最近最怕什么 最怕外资跑掉 你看他们惠州还是说 外资要把他留住 不要让他跑了 就等下他们现在就是说 日经都直接说 日本企业正在排队离开中国 为什么排队离开中国 因为我们这个安倍 安倍在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政府 日本政府要出资 你只要从中国到移出来的时候 不管是移到日本 不管是移到东南亚 我都给你出钱 就宝贤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一开始申请的时候 原本大家认为有这么多吗 就根据日本的统计数字来说的话 第一轮第二轮 第一轮的话是九十间 第二轮的话是一千六百七十间 就整个金额居然上看到一点七六兆 日币比他们原本的两百三十五亿 还多出十一倍之多 也就是说 所以日本 所以不只日本官方 现在日本企业也要大举的离开中国 因为他们也看到政府的态度 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为什么他们离开 第二中国的工资成本 一直不断的上扬 他们本来就认为说 这个大概做不下去 再来就是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关系 可能会变得很紧张 所以这些商业人员 他们也知道 过去他们曾经在这个排滑 排日运动之后 曾经有造成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他们看到政府 已经打出这个pass之后 他们当然毫无疑问的 马上就转离开中国大陆的状况 而且跟他讲到 现在这些公司 也跟着美国的脚步 开始去制裁华为 对 你知道事实上我们 我们现在讲这些离开的公司 不是小公司 像夏浦 夏浦就有部分的厂 离开出来 还有信越化学 信越化学是什么 在做半導体的公司 他就离开了 另外一个包括说 这个Sumuto 这个公司也是一样 你看包括什么汽车零组件 化肥 衣料 造职 资讯光学 还有整个架温预料 全部都都 全部都离开 所以现在日本企业是成群结队的离开 而且是各个领域的 对 各个领域 事实上这几年在中国 停产有多少 你看Olympus 做这个手 这个所谓的这个照相机的 包括日本电产 他把他的产线移到墨西哥 东芝呢 东芝机械从上海转到泰国 那包括说欧姆龙 这是做所谓的这个血压器 血压器的 他要离开 三菱重工原本在中国道 他觉得我可以抢到中国道的商机 他现在完全不要了 他就直接把他移回日本 包括说很多很多公司 像这个爱丽丝 这个欧雅马公司 他也是 这是算是有点这个消费型产品的 包括夏浦 能够想到所有公司全部都 所以日本切割的比美国还决绝 非常决绝 那为什么非常决绝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 就是原本的这个 你知道华为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说出一句什么话 他就说我们 对日本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为什么极为重要 他就说因为美国在去年 就已经封锁华为 所以他去年的华为 是增加对日本的采购 所以到去年增加日本采购 增加了五十趴 也就是说 我没有美国的时候 我用日本来替代 所以日本现在这几年的厂商 变成是非常多都吃华为的订单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日本的厂商 也加入封锁华为 包括Sony 凯霞 然后这个三菱电机 还有东芝 全部都加入 都封锁华为 甚至很多公司 反正我只要有华为订单 我宁可都不要 这个金额总共金额 高达好几千亿日币 他们就不要了 所以到现在 明天企业 其实做的也是相当决绝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气氛已经不对了 你现在跟中国道 走得太近 未来可能会有这个灭顶之灾 尤其是岸信夫 这种鷹派 已经出来的时候 日本应该会对中国道 越来越强硬 好 知道 上一段我们就来讨论是 当安倍下台之后 接任者 还会跟你一样的银派吗 你还有办法去抵挡 中国市场的一个诱惑吗 可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现在日本撤出来的 已经到了一千七百多家 甚至他的整个金额 是比原来预估高了十一倍 还有现在岸信夫上来之后 本来日本的是个宪法 也是一个和平宪法 是以首为这个组的 结果现在他要大买武器了 很正常嘛 岸信夫是安倍晋商的胞弟 他等于是安倍晋商意志的延伸 而菅义伟过去以来 都是安倍晋商意志的执行者 所以当安倍晋商的意志的延伸 跟执行者 现在同时在整个日本正常 握有绝对权力的时候 日本只会越来越硬嘛 这个局本来就是安倍 在卸任之前 就不好了一个大局嘛 现在日本的新的防卫大臣 就是所谓岸信夫 他现在要买武器了 而且是大买特买 而且买这些武器 根本跟防御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他现在就说 要帮F-15 配备最新的什么 JSM的联合攻击飞弹 差别在哪里 JSM联合攻击飞弹 可以说这样讲 它是地表上唯一一个 为F-15机舱量身定做的 空队地飞弹嘛 F-35 很简单吧 因为F-35是所谓 引擎战斗机 所有的飞弹 都要敞在机舱里面 你挂在外面的话 雷达不会反射 所以说很多武器跟F-35 都不能够如此的密合 结果唯一量身定做 就是JSM的联合攻击飞弹 所以换句话说 对日本来说很简单 我除了买F-35 我除了要守卫我的海岸之外 我还要攻击中国嘛 为什么 因为JSM的打击范围 是556公里嘛 即便从日本沿海开始打 都可能对中国造成危险嘛 而且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这个JSM的飞弹有反舰 有对地 还有反辐射的能力 什么叫反辐射 很简单啦 它会这样走 就是这个飞弹 对 从飞机上丢下来之后 它可以采取几种模式 一种是高高低 就是高空高空飞 最后快到头才落下来 这个射程比较远 有556公尺 也可以滴滴滴 沿路再贴着海 或贴着路飞起 这个东西可以什么 反辐射 它可以在现在所有的反空飞弹 算是有非常高的存活率 换句话说 当F-35配上这个 所谓JSM的飞弹的话 很简单它就变成一个隐形杀手 我飞到你的面前把你头割了 你都不知道是谁把你头割下来 隐形战机加隐形飞弹 没有错 这才是最吻合的东西嘛 所以说在军事上 日本要给中国不断的压力之外 抱歉 连工业上或连商业上 日本都会给中国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常常说美中脱钩 美中脱钩 中国会出大事 没有 真正中国会出大事什么 是日本跟中国的脱钩 才会出真正的大事 那才是全面的脱钩 我先讲 大家有什么了不起 日本不就是美国的小弟 有那么厉害吗 没有 我就讲一个所谓罗姆的道 罗姆的故事给大家听 就罗斯 我们一般不是有锁罗斯吗 可是大家知道 罗斯都会松 对不对 可是当然我们想过 如果是高铁上每一分钟 要经过几千次震动 那种高铁 因为我们都知道 罗斯只要一锁有震动 它就会慢慢松 慢慢松 以高铁来说每一天 要经历过几百万次的震动 这个罗斯为什么可以锁 你说中国的高铁用的罗斯 是日本的 全部都是日本 应该这样讲好了 全世界只有日本一家 HARAC公司 做出来是 永远不会松脱的罗斯 这是日本公司做出来的 它的美卡在哪里 观众朋友我现在跟大家报告 你听了搞不好 你也可以做出来 你就变世界首富了 很简单 我们过去锁罗斯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不小心锁歪了 是不是就扯不开来 罗斯最怕锁歪了 然后它是这样的 在加工的过程中 在罗斯壁有厚有薄 让你有意思的把这罗斯锁歪 而且刚才讲的 它不是只是锁死 它还要能够活动 所以你看到 右边是日本做的 左边是中国做的 晃了两下 左边又拖了 右边还好好的 没有错 因为它是这样的 它叫做偏心加工 就是说它的罗斯壁是不 它的厚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锁这个罗斯的时候 会有意思的去 反正我们过去锁歪罗斯 等于锁死那个状态 可是问题是 你知道他在官网上写一句话多嚣张的话 这个哈辣公司在写 在官网上特别写 本公司 常年累积的know how 对不同尺寸 不同材质油 对应不同的偏心量 是绝对无法被仿冒的 所以意思是这样的 我把原理告诉你 你也做不出来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 你想想看这在高铁上不断的震动 你现在右边的日本的 我还是好好的 那左边已经脱钩了 如果左边脱钩 你在日本高铁上 螺丝松掉 那还得了 一个高铁有好几百万个螺丝在上面 所以说现在不是只有日本 也不是只有中国 是全世界的高铁 还有飞机的所谓会震动上的精密器材的螺丝 都跟他买 他转翻了 可是问题是他就大大地跟你讲 我的原理我也跟你讲 我的专利我也公开 他直接在他网页上写说 你永远没办法 你就这做不出来 就是我们的know how 我图纸给你 你也做不出来 这个东西我就想 中国一带一路靠高铁建设 赚多少钱 抱歉你以后真的 日本跟中国脱钩 你一带一路所有高铁都不用做了 你自己中国内部 螺丝都不行了 螺丝也不行 还有再来讲 航太技术 日本有做出一个叫做 指尖陀螺的东西 指尖陀螺 现在我们看到 指尖陀螺画面 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 他就是摆在手上 没有任何的用途 可是问题是 要做出这个指尖陀螺 需要航太的科技 需要宇宙的科技 需要精密加工的科技 日本为了要做出一个 破世界纪录的指尖陀螺 他结合了三菱重工旗下 宇宙机器人的公司 宇宙机器人 然后他那个材质 做那个轴承的 是用飞机零件的 轻量化跟薄形化 然后他去试验 这个指尖陀螺 跟组装指尖陀螺 是在类似所谓的 航太无城式把它组装出来 组装出来 这东西不是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日本的机密工业 非常非常厉害 他直接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中国的航太科技 跟这有什么关系 中国一直有个梦 叫做造飞机的梦 现在美中脱工 跟日中脱工之后 包装C919 只是一个什么 大型的鋁合金模型 什么意思 这不是中国制造吗 没有 这个C919 后来被人家踢爆 六成的鋁合金模型 是中国制造 而这六成都在哪里 机翼啊 机身啊 还有轮胎啊 就是那个外面的铁盒子 鋁合金盒子 可是内部所有电控系统 控制系统 引擎 全部来自于美国 或来自于日本 这些东西 中国下个世代航空梦 也被卡在日本 跟美国的脖子上 所以不只半导铁 不只半导铁 是全面的 我们一直以为只有半导铁 抱歉 你现在包括我们讲到现在 讲什么 你的螺丝面 你的飞机面 现在你可能连原子笔都没有 原子笔 什么叫原子笔 我们一直觉得原子笔 这没什么 不就是原子笔吗 一支十几块 抱歉喔 2016年的时候 李克强还公开抱怨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做不出 一支原子笔 难事哪在什么 两个难点 第一个是原子笔 那颗球球 那个球球非常 那个小钢珠 对 那个小钢珠 要绝对的圆形 而且又非常小颗 所以他是要非常精密的 精密加工 那叫做碳化乌球珠 这东西由李克强抱怨完之后 二零一七年中国国企 宣称做出来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笔管 这个球要摆在 这个球作体上面 这球作体更难 因为他的精密加工程度 跟那球球一样难 可是问题是他上面又雕刻了 五条的引导墨水 你才可以在球球转的过程中 五条引导墨水 球不往下掉 然后墨水可以顺顺出来 抱歉这个技术 只有日本 美国 跟瑞士做得出来 所以你说什么 中美脱钩 中日脱钩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抱歉 你上至外面的航太 下至所谓的飞机 然后到高铁 到原子民 全部都可能会出问题的情况之下 中国要怎么办 很难 我们讲了 现在的安保条约 是岸信介当首相的时候制定的 那个时候 受到团派世代的整个大攻击 他不敢 我就是硬干到底 现在到他的孙子手上 他现在要把这个安保条约列绕 把台湾都加进去 你说那是日本右派一直的想法是吗 保洁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事情 2015年的时候 日本有一个很夯的漫画 叫台湾女总统 就在描述说 台湾跟日本合作 对抗中国的攻击 他有这个漫画 所以刚才保洁说的这个 就是美日安保条约 其实他们早就说周边有事的时候 可能会涵盖台湾 已经有这个默契了 更早的时候 日本的安倍首相 在2014年的时候 他换了一个新的防卫大臣 叫中古元 他讲得更积极 他那时候为对应北韩的飞弹挑衅 他主张说日本的防卫政策 要从以往的专守防卫 改成叫做先制打击 也就是你飞弹还没发射的时候 我就先把你摧毁掉了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郑浩说的那个日本 现在就开始实行这样的一个防卫的想法 我F-35就挂在这种联合攻击飞弹 联合打击飞弹 而且这飞弹是逆中的 当然他表面上可能是说 对应北韩的飞弹威胁 那大家都知道 可能就是中国的军力威胁 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的来源 那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安信夫他可以说是一个猎鹰 我不要说他只是一个鹰派 猎鹰 对 他就是攻击型的猎鹰 但是他真正的想法并不是要引战 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安全的概念 你想想看日本以前想专守防卫 那智慧队讲了海上生命线 1000海里的生命线 正好告诉台湾北边 那台湾以南可能就是 借由台湾协防 早就有这种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了 那到现在 因为中国海军在南海的一种挑衅的行为 而且中国南水海军不断的发展 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可能被截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日本怎么可能 跟美国怎么可能说放手 变成台湾 让台湾变成中国的夏威夷 所以说台湾对日本来讲 是他的生命线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如果说台湾变成中国的夏威夷 日本海上的石油运输线全都被截断 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 他就不能走台湾海峡了 对 那中国的核潜舰 动九四型的战略核潜舰 从苏澳出发 直接就下去 这个菲律宾海深水区 直接就可以危险美国本土了 所以从这整个地缘战略上来看 我们可以说台湾安全问题 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而且是整个周边国家共同安全利益 如果日本跟美国都切断了 这个技术合作的时候 你不要说他的C919他飞不上去 他所有的军机也都飞不上去 之前就出现过 他的坚持不断的出问题是 他自制的发动机是飞不了多久的 是 其实他的坚持的发动机 叫做涡扇石 或称叫做太航发动机 那他的操作寿命大概只有 美系战机的四分之一不到 而且故障间隔很短 又常常会有可靠性问题 也就是像车子 家里的车子如果说三不五十 只要去换机油 就要在高速共同出怪手 怎么可能呢 可是这种事情在中国战机 真的发生了 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公开的资料 就坚持战机它坠落的原因 是因为发动机主轴锁死 锁死 对 主轴锁就不能动 就会掉下来了 没错 就是刚才正好讲 这个钢珠 小小的钢珠 其实就是在发动机里面 是一个关键的元件 就叫做轴承 发动机中间的大轴 那个轴承 如果说 那材质跟它的耐用性不够的话 可能在一定的时速之后 可能就发生不预期的锁死 那整个发动机 就无法进行那个 就是正常的作业 那飞机就掉下来 所以中国目前 其实他们很努力 我们当然讲 但不是说瞧不起这科研人员 可是它关键技术 真的就是在西方手里 董事长 现在当然日本 美国 要去包围中国 很多技术不给中国 可是WTO WTO今天讲话 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干 你是违法的 中国不就得到補药了吗 川普怎么会甩WTO 他不会甩吗 你现在放眼看过去 不管什么Interpol 或是IKL 或WHO 或WTO 这些组织里面 都被中国控制 重要都被中国控制了 因为中国有一个 因为联合国的基本概念是票票等值 对 他每一个人 你参加会员 你会员国一人一票 然后选举就是有票票投出来 结果美国大凯子 花的钱最多 一票 一输 选举就选输 选出来就是所谓的 中共最最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 最依赖的 就是亚拉非的同胞的兄弟们 那些非洲的老哥通过进来了 一搞就搞输掉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来 这个本来联合国要重新再重组 或是联合国的游戏规则要重改 这也是未来的美国的一个政策问题 他只不过甩这个东西 他根本就想要把这个WTO废掉 如果照这样讲 那今天安信夫的上台 就代表现在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绑得更紧了吗 美国在亚洲的布局 我们看一下 他是印太联盟 就是现在非常具体的四个战略联盟国家 就是美国日本澳洲澳洲 然后加上印度 那这里面这四个国家里面 其实在科技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就是美国跟日本 其他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地缘政治的关系 当然从印度洋开始 他就可以从拦截到所有的中国大陆 像这个欧洲的这条交通线 所以印度在海上的拦截是有特殊的功能 澳洲也有这个功能 包括美军在澳洲 在这个印度洋的南太平洋 跟印度洋的基地也都有这个功能 所以这是军事上的包围的 和围的一个态势 但是日本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国家 日本重要的国家 重要性在哪里 不要忘记日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他的国民跟国家的意识 在全世界是有名的 那日本一开始有共识意见以后 他没有问题 所以他共识只要出来 你看得很清楚 那些企业就回来了 对 那个自民党的态度非常清楚 他就修改这个和平宪法 他就把变成日本 安倍的跟自民党 这一批政治人物的理念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把日本二次大战以后的耻辱 完全恢复过来 变成什么 叫正常国家 什么叫正常国家 正常国家是一切而我倒有都立的能力 那其中最重要一个能力 就是所谓他集体防卫权 我可以发动战争 就是要保护国家 对不对 他有先发制人的能力 刚刚子昀讲就是先发制人的能力 所以他现在这次买到的 你看他这次空军的部署 他已经找到超过他的防卫需求 他目前加起来的 总共订购的F35飞机的话 是一百四十七台 一百四十七架飞机 F35是全世界第二大 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是他 然后他现在发展的这个攻击能力 你看到没有 他是远距的 远距的打击能力 这个远程打击 而且攻击对方基地 远程打击能力 当然是为什么对方基地 所以你知道最近我们看到一个 很多人都没有解读这个事情 你看到这个美军不断地在做 所谓的抵径侦查 两千多次对不对 你知道他会得到什么东西吗 所有言爱 所有的情报 所有的基地 所有的情报 所有的指挥系统 一旦你作战的时候 我讲简单的 当共军要打台湾的时候 他可能也找到收集很多情报 我不知道 但是没有像老美收集的那么完整 美军就把你充充收集完了以后 他是用电脑AI进去演算 演算完之后 他不会盲目去轟炸 他不会盲目去攻击 他就用很所谓的精密打击能力 就很快的 所以我昨天跟你讲到说 五分钟之内 这个战场就结束了 因为未来打法 已经是一个高科技 高度网路化 像这种立宗的这种轟炸能力 全世界具有这种立宗的高速 快速的打击能力 而且打到你的要害的地方 这个能力也有全世界 目前来讲只有美国有 然后美国把这个东西 跟日本人合作 那当然在美日的 这种军事联盟情况之下 就对这个共军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形成一个绝对的优势 那你反过来看共军 现在下饺子下了七百量 七百 七百艘船舰 在战舰 他的所谓的战舰 他有一大堆 还有盒子潜舰 但是你反过来看 那很可怕的一个现象 他的海军司令员 吴胜利被控贪污 对不对 这我刚刚讲的一个国家的 国民意识力的问题 他中国的造船厂 总公司的总织 总司长贪污 他在下饺子 他还能用吗 他在贪污 他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在贪污 所以这种国家 每一个人都想要去美国当御工 每一个人都要把 潜传到瑞士去 然后要靠贪腐 要靠维稳 然后再来比较日本人 在两厢比较之下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技的 一个怠速的落差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的日本的改组以后 他仍然会坚持安倍金山的 原来的既定路线的话 会继续把日本往正常国家方向走的话 这个对中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